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柏林近期虽因新联和政府难产而陷入政治瘫痪,但德国官方数据显示该国失业人数连续第六个月下降,去年12月失业率维持在历史低点不变,这也是自1990年两德统一以来的历史低点。 外媒报道指出过去十年来德国劳动市场大幅改善,失业率从2007年底的8.6%以路下降,德国联邦劳工局新公布去年12月失业总人口跌幅大于预期经济节因素和日历效应调整后,12月失业率仅5.5% 11月失业率也修正为5.5%处于1990年两德统一以来的历史低点,但同时自2015年以来有100多万移民和难民来到德国,相关影响并未被记录目前的失业率数据。 数据显示经济节调整失业总人口去年12月减少2,9万人至244,2万人比预期的减少1,2万人还多。 至于未经调整的失业率则是持稳在5.3%与去年11月相同,虽然未经调整的失业率较不能代表潜在的趋势,但这样的数据也引发外界密切关注。 有分析指出,强劲的就业市场可能将继续支持德国消费引领的经济周期,该国出口回升及企业投资增加,近期已成为经济增长的额外动力。